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例子 他說帶中有一個紅球、四個白球 入園球可能是一個遊樂園 或者什麼都參加的地方 他說可以從這個袋子裡面 這五顆球隨便抽一球 抽這紅球就可以免費入園 那麼抽完以後放回去 假如說當天只不過你擺個來吃一個球的話 那麼則問你說免費入園的人數 他的其餘值是多少 他的標準差異是不是少 那第二個當你免費入園的人數 是多少的人的時候 他的機率會最高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說這個每一個人 車又放回去又另外一個人抽 這好像就是白米利的試驗一樣 要嘛他抽中紅球 要嘛他沒抽中成功 都不成功 那他成功的機率當然是 抽到紅球 五顆球有一顆紅球 這是五分之一 那總共一百個人抽 所以N是一百 那我們知道說他的 其餘值當然就是NP NP的話就是一百分之一 那當然就是二十個人 就是第一巧體很簡單 那他的希望值 結果NP就算出來 那他的標準差 我們也有公式 根號的NP只算一減P 那剛才NP已經變成二十了 所以等一下這邊就直接代二十 那P是五分之一 所以一減五分之一 然後這乘起來是五分之四 五分之四代乘以二十 二十乘上五分之四 一減四的平方 他就知道他答案就是四 所以他的標準差 十四個人 四個人 好,所以第一巧體 其實我們剛才正出來的公式之一 也很簡單 好,接下來我們看看 免費入園的人數 多少的時候 會有最高機率 那我們知道說 應該看他的什麼 N加一乘P 是不是整數 那如果是整數 最高的一般會有兩個 那如果是 不是整數的話 就是取高師符號 那就可以了 好,那N加一 又是100加一百零一 所以P就是五分之一 所以一百零一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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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全部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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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